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圣经的查考 那我们今天呢看 创世纪第21章 请大家翻看圣经 我们进入到第一节 耶和华按照他先前的话 眷顾萨拉 便照着他所说的 给萨拉成就 这里出现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词 就是眷顾 眷顾 眷幼 在圣经上经常的就出现 那我们通常一般的 有信仰的基督徒 在替别人祷告 或者祝福别人的时候 都是愿意 耶和华眷顾你 愿意要华保佑你 愿意要华赐你平安 我们经常会用眷顾这个字 那眷顾这个字 在圣经上既然这么重要 我们一定要真认识 这个眷顾它的真正的含义 我们就要知道 眷顾这个字在原文 这个犹太文 就是希伯来文当中 这个字跟追讨是同一个字 眷顾也是追讨 追讨也是眷顾 那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字 那我们来看什么时候是眷顾 什么时候又是追讨呢 有信仰人他们非常清楚明白 尤其像那个以色列人 他们非常懂得这个字的命 当愿意面向上帝 被上帝的话语修剪 这样的时候 这个字就叫眷顾 当人想逃避上帝的话语 不愿意去面对上帝 那这个字呢就叫追讨 所以在圣经上 眷顾 这个 刑法 查和 数点 这些都是眷顾 都是眷顾 所以说 上帝他对每个人呢 他不撇下 他也对每一件 人身上的这种罪恶 过感和罪念呢 他也不会放松 所以上帝对罪的追讨 他 就是 为了怎么样 眷顾我们 让我们 本来不愿意面对他 让我们能够回转向他 寻求主面 本来是上帝 追讨 让他变成一个眷顾 所以上帝 他是毫不留情面的去追讨你的罪 实际上是为了爱我们 是为了拯救我们 在圣经当中 眷顾和追讨这个字经常会出现 十篇 第八篇 三道四节 我刚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目他 这个顾念和眷目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世人算什么 你竟然去追讨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然去眷目他 因为世人实际上 我们都犯了罪 不值得上帝来眷目我们 但是上帝依然 去让我们追回来 去追讨 当我们愿意面对上帝的时候 那本来是追讨我们的罪 成为他的眷友 眷目我们 让我们在他的里面 能够得享安息 得享平安 所以说 在这个 《传奇记》三十章的第十二节 这个说 你要按以色列被数的 被数的那个数 就是眷顾 也叫数点 所以眷顾追讨和数点 都是同一个字 所以既然总数 你数的时候 你眷顾的时候 你数点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安慰 为自己的生命 刚才又要为自己的生命 把这个 赎架 奉献给 要花 免得数点的时候 在他们当中 会有灾痒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他就是 上帝在数点上 我们知道 知罪 知罪叫毁罪 就要 改过 所以说 就要奉献 就要奉献 献上先祭 实际上来讲 献祭的意义 就是要认识神 就是与神会面 就是要献上耶稣基督 也就是 献上上帝的话语 一个明白上帝话语的人 那上帝他会 倦务他 但是我们在 四种还不懂的时候 上帝话语 上帝就是用他 送上的话来 数点 查个我们 所以说 眷顾呢 它其实是 它是生命 是被上帝的话语 用来修剪 这就叫眷顾 人因的顺应 从上帝 他的话语的追讨 这样一个过程 叫熟点 被重置为 就是重圣 或者是得救 所以我们人 都是在这个被俗点 被眷顾的 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 神对罪的俗点 或者追讨呢 是将人引入到 他的慈爱的诚实里面 慈爱就是他的饶恕 诚实就是他的真理 他的话语里面 恢复 起初天人物我的 这种和谐的关系 是我们真正的 能够出黑暗 入他奇妙光明中 所以说这就是追讨 或树点 或者是长河 这个字的意义 所以说上帝就眷顾 眷顾萨拉 那这个眷顾 它是由一个过程 不是今天才想起来 我今天才做 就是说他从带领亚伯拉罕 离开这个哈兰 进入上帝运行地的 整个这个过程 实际上他一边修理亚伯拉罕 一边也眷顾萨拉 我们看第二节 当亚伯拉罕 年老的时候 萨拉罕来运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 生了一个儿子 所以上帝说的日期 就是一百岁 上帝说 在前面 上帝跟亚伯拉罕 闭约的时候 上帝让亚伯拉罕 办所有的寄物 全都劈开放两边 上帝从整年过去 然后亚伯拉罕就 活泼沉沉就睡了 所以上帝就提醒亚伯拉罕 就说 你的后裔 必侍奉这地的人 四百年 但是到了第四代 四百年以后 你们要归回这地 那时候就讲了 很清楚对亚伯拉罕 就是说你 每一代 到一百岁层的寸孩子 第四代正好是四百年 回到这地方 但是亚伯拉罕 他们懂不及 所以就提前生了 一个尹士玛丽 那个 不是上帝的应许 因为你时候不到 你的生命程度还不到 敬天的父母才能生养 敬天的后裔 因为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跟萨拉罕 他们的生命程度 还没到了敬天 所以呢 他们生了以色玛丽 就远离上帝 因为以色玛丽 亚伯拉罕 从他生下来一直到 他离开亚伯拉罕 没有一句上帝的话语 所以说上帝要从上帝允许所生的 你必须让他明白上帝话语的人 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生的 这样的人才是被允许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才生了一个儿子 总共是一百岁 亚伯拉罕就给以色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以色 就笑的意思 以色生下的第八日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 给以色行的隔离 那前面我也讲过 这个为什么第八日要行隔离 这个我就不说了 第八日就是这样 就是现在的今天的星期日 就是创造的第一日 七天是一个循环 第八日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代表一个新的开始 人若在基督里 他的新造的人 就是已去 一切变成新 被攻心过了 重新来过 所以他的儿子以色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一百岁 这才是上帝允许 上帝所规定的那个时间 萨拉就说 神是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一开始是嬉笑 后来成了欢笑 这是非常有意思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要儒养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送那儿子 在人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所以说 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一切都有可能 这个孩子就健长 就断了奶 以萨尔断奶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摆设 丰富的演习 这才是一个喜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一个 一个欢笑 但是呢 到了地就别着人 当时 萨拉看见埃及人 夏甲 给亚伯拉罕所送的儿子 习笑 那夏甲送的儿子 就是以斯玛丽 这个戏笑呢 就不是好笑 这个戏笑是与性的关系 我们知道后来 这个萨拉跟利百加 在戏玩的时候 戏耍的时候 被亚伯拉看到 说你们是夫妻 怎么会重为兄妹呢 那以色列人造金牛犊 他们坐下吃喝 起来软爽 软爽那个字 也是这个 嬉笑这个字 所以说 这个字 戴圣像是非常的 有来口的 包括亚伯拉罕的侄子 罗德 当上帝要毁灭 所多玛丽玛拉的时候 让他告诉他的女婿们 就是说离开这个地方 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以色玛丽的儿子 那个侄子 罗德 去跟他 这个女婿 准女婿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的女婿 以为 他讲的是戏言 戏言 戏笑 都是 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当我们 就是看到这个字 的时候 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 不应该在 以色玛丽身上 出现的 因为以色玛丽 那个时候 还是个 还很年轻 他也就是个 十七八岁 十七八岁的 一个孩子 因为 你看 他 十三岁的时候 上帝 让那个 夏甲 或者夏甲 对不起 让那个 萨拉 怀恩 怀恩也生了 生了这个 以萨 那以色尔在 从长 在断了 也有经过 几年的时间 因为古时候 以色列人 断了比较晚 因为在沙漠 比较没有水 所以他们要 如养的孩子 通常 至少三到七岁 所以这个时候 以色玛丽 他至少要 十五到 十八岁 这个过程 所以他 在西教 不应该做 所以很可惜 以色玛丽 他本来应该是 长子 对吧 他是第一个 但是为什么 以色玛丽 就远离上帝 我们知道 后来 雅各 生了十二儿子 那第一个儿子 刘变 也是长子 但是刘变 也没有 从接 这个长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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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分 为什么 因为 刘变呢 也是与性 有关系 刘变是 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 不是亚伯拉对不起 那个 亚伯拉在 临终的时候 就说嘛 就对于 那个 刘变说 你本是我 年轻 立状的时候生的 你本应该 大受尊荣 他应该是 地形之手 但是亚伯拉罕 你呢 上了你父的踏 误会了 我的床 所以你 避不去 守卫 所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长子 为什么会 堕落 它都是 有原因的 那刘变的 多了 是因为 就是说 他呢 就是 也是在 年少的时候 从那时候 也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是为他母亲去 采那个 那个 凤茄 那个凤茄 在古代 以色列的时候 它是一种 那个壮阳药 是一种春药 你做父母 怎么让孩子 去接触这个 这些都是属于 就是 少而不义的 我们现在 就是说 都你看 有些影片 有些故事 有些小说 都是有年龄限制 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做父母的 为什么要按 忠义分解 针对道 让孩子从小 明白 真道 道而不天理 就是因为 我们父母 在养育孩童的时候 没有真正的 明白上帝的心意 所以生养的孩子呢 就会有问题 所以 敬虔的父母 才会生养 敬虔的后裔 圣经上 一直提醒我们 让我们 能够按照 上帝的话语 来养育孩童 让他们从小 行在 真理的道路中 道而不天理 所以 我们看第十节 然后就对 亚伯拉罕说 撒盖 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十女 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是 十女的儿子 不可与我的儿子 尼撒一同 重受 产业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人凭着血气 可以成就一些事情 但不是神所 需要的 所以只有 凭着上帝的话语 就是上帝的 允许 我们行在 上帝的话语中 让我们 被上帝的话语 修剪过 我们从一个 敬天的 儿女 我们才会 生养敬天的后裔 这样的后裔 他会 承受产业 所以 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 我们的生命 也就是 我们的生命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基督进入到 我们里面 所以说 让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一个修剪的动作 就是 眷顾 数点 查核 追讨的工作 凭着他的 允许 他的话语 凭着我们 对他允许 话语 的信心 来重受 他天上的产业 也就是 在基督里 所以说 人凭着血气 能重受什么 所以上帝的产业 只有凭着允许 上帝的道 上帝的话语 而且对他的道 他的话语 有信心 方能重就 所以亚伯拉太 信了二十多年 终于 因得了 因信而得的允许 就上帝的允许 他送来 所以说 神的允许 从未现实 只能 透过 信心这条路 然后让我们 支取上帝的话语 也就是支取 他的允许 重受 神的产业 这是中本圣经 他的主题 那今天呢 我就 先讲解 前面这十节 因为十节关系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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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